螃蟹的香氣還蠻明顯的 你一吃下去就知道的話 這一定是蟹肉 這個熬也算是蠻大的 蟹腸的肉質很Q彈 香氣更明顯 我覺得這螃蟹很適合把它弄到 稍微有一點點這個金黃的奶油焦香 吃起來會更好吃 好好吃 剝了一個奶油的香氣 感覺會很棒耶 必須說是我目前吃到現在 最好吃的一道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米亞 今天要來飽吃螃蟹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 非常喜歡吃螃蟹的人 尤其是秋天 正吃螃蟹的產季 我就一直在尋找螃蟹料理 看到了這一間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店家 蟹到了 整個風格非常的日式 還有這種和事耶 這家店主打的 就是它所有的料理 都是用螃蟹做成的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價位大概就在一萬出的日圓左右 還有整隻的螃蟹 一隻3300日圓 大概600塊 可以耶 可以做成赤身 這個感覺就是一般水煮 然後就是炭火 它的口水直流啊 然後它的部位也非常多種 它的部分呢 也還是以腳為主 因為螃蟹身體的部分呢 第一個是它比較難剝 它的蟹膏有些人可能不太能接受 好啦 那我們說了這麼多 直接來點螃蟹吧 螃蟹選了 吃個這個 9000塊的 然後我們再偶爾點一個呢 單隻的螃蟹客 這人都要吃到超飽的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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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了它 我就是會 謝謝 謝謝 其他都不 我就 嗨 不 謝謝 謝謝 嗨 就是至少沒有讓它吃到 美食的平台 說話 我就 嗨 呃 欸と 呃 嗯 好久沒有大吃特吃螃蟹了 上菜囉 我是看得懂玉子豆腐啦 玉子豆腐應該就是這個 但是第一個 這個是什麼 看不太出來 他們剛剛還很協心的 先來讓我好好的攀一下 哇 一整隻的螃蟹 它的蟹腳看起來非常的飽滿耶 很新鮮 它是冰的 感覺就是個冷盤開胃的概念 這個醬的部分啊 它是薑的 那你去腥味用的嘛 但是我覺得它的蟹肉其實沒什麼腥味 它附的這個 應該就是讓你來摳邊邊的肉 哇 真的很有用耶 身體的部分通常會比較難剝一點點 但它切這一面切的蠻好 我覺得攪的部分比較好吃一點 第二道是玉子豆腐的部分 它是豆腐的口感 但吃起來呢 只有玉子 感覺蠻像公司菜的 這個是螃蟹的生魚片 原來螃蟹是可以做成生魚片的喔 試試看 吃蟹肉的話呢 它就是比較軟的那種 先吃它的牛肉 欸 那我想像中的好吃欸 一開始以為它會腥味很重 其實吃起來就是有一些螃蟹的香氣 冰冰涼涼涼的感覺 不過好鮮 這個肉這麼滑溜那麼的碎 這麼加醬油 這麼加醬油 好 現在也做了 我覺得這個生魚片要加醬油 它會在第一時間就包液了整個蟹肉 所以吃下去之後啊 多了一層微微的鹹味 生了它們的鹹味 另外小小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是生的螃蟹 跟殼之間沒有分的那麼開 你就有點難過 因為這隻螃蟹的生魚片 很酷 我們來到我們的綜合戲囉 在產品圖上面一模一樣欸 之前朋友看到我剝蟹 都說我真的是剝蟹蛋 來讓大家看看吧 我們吃蟹呢 就是被你吃著 一定要把它吃乾嘛 你絕對不能有殘餘的肉在裡面 超級好吃 超好吃 我覺得一個螃蟹啊 看它辛不辛鮮 就是看它好不好吃 如果它能夠這樣一整條 拔起來的話 基本上新鮮度都不會太差 我覺得它的肉質 我算是非常嫩 算是稍微比較有嚼勁 比較Q的那一種 螃蟹的香氣還蠻明顯的 你一吃下去就知道的話 這一定是蟹肉 這個熬也算是蠻大法 我們可以看到它蟹餃的切面 一條一條 一絲一絲 蟹餃的肉質 很Q彈 將肌更明顯 關節裡面的肉也都還蠻好 如果它有幫你打碎的話 也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沒有這個才是可以 你看 欸 這隻都還是有蠻多肉的 然後有些剩餘的啊 我就會把它這樣 插進去 它的肉就會從下面出來 這樣又有點多 好 那接著吃身體的部分 這一隻呢就是沒有蟹軟的部分 然後它蟹膏也一般蠻 比較好吃的蟹膏應該是橘色的 因為有很多的墊甲 它是只會幫你把這個 中間這樣 撲開一半 一個身體分成兩個 這樣子 就會有蠻多吃螃蟹的美感 像螃蟹的身體中間 都會有像這個 一格一格的 順著它一格跟一格中間的肉去挖 基本上 就很好挖 試試光光啦 基本上腳的部分 跟身體的部分 我都把它吃光了 但我剛剛嘗試了一下 這個蟹膏的部分 連我都不行 真的太行了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等下一道吧 再來就是炭火的部分 先放個奶油 整細的蟹膠 它來幫你剝好了 我覺得這螃蟹很適合把它弄到 稍微有一點點這個 金黃的奶油焦香 吃起來味道超好吃 剝了一個奶油的香氣 感覺會很棒 相當的熱騰騰的 好喝 必須說 是我目前吃到現在 最好吃的一道 我覺得螃蟹肉還是熱熱的吃 是比較好吃一點的 因為它的香氣會比較容易散發出來 尤其是它加了奶油之後 倒了一個奶香味 吃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先感覺到濃濃的奶香料 飄進來之後再融入蟹肉裡面 讓它吃了一口 完了 我現在好飽喔 真的是超級飽的 重點是 我們現在剛來了一個 超級大盤的火鍋 我店的套餐啊 估計是我剛剛講到的 所有螃蟹料理 都有在裡面 真的是吃好吃滿 摸也好了 摸也好了 筷子好大一個 然後它還有四個海帶啊 然後一些小菜的 就是它可以讓我們湯直接煮 港豬號的水煮螃蟹 這樣一碗 看起來是不是超美味的啊 螃蟹的部分好燙啊 這個螃蟹多了一個昆布高湯的感覺啊 吃起來有點水分更多 瑋瑜又帶有這個昆布的香氣 我覺得就是目前吃到現在的 最後這一道呢 是它會把我們剛剛那個火鍋湯 我們來煮粥 這應該是我們今天套餐裡面 我們最後一道的熱情了 後來還有可能像海苔啊 還有巧克力的 還有巧克力的 其實吃起來還滿像 蛋花湯 大部分都是蔥花跟蛋味道比較 雖然是比較清淡的煮飯 然後那個在他們的日文裡面叫野炊 這明明就寫雜炊 終於到我們的甜點啦 看到它是用手工在抹那個抹茶 這邊跟大家說 現在的時間呢是三點鐘 是十二點鐘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在裡面吃了三個小時了 不知道好累 但是因為我好滿足 哇 那抹茶好香啊 那抹茶是完全沒有甜味的 所有甜味都來自於冰淇淋的甜 吃起來呢就不會覺得很膩 那我們今天這個吃爆螃蟹的行程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 高一段落了 重合來說呢 我覺得蟹道樂是一個 如果你愛吃螃蟹 是真的要來吃吃看的一個地方 它目前一個套餐大概都是 介於一萬一到一萬三左右的日圓 折合台幣的話大概是兩千多塊 算是蠻奢華的啦 只不過畢竟是螃蟹嘛 螃蟹的料理都不會到很便宜 我個人覺得最推薦的啊 那個奶油燙火的螃蟹 那第二個呢是火鍋的螃蟹 因為它的火鍋是那個昆布的高湯 你的螃蟹下去煮 會吸入那個高湯的湯汁 吃起來會多一個味道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棒的 那吃到現在呢 已經心滿意足了 但是我們剛剛究竟吃了多少錢呢 我們總共吃了兩萬三千一百元 就算是現在匯率這麼便宜的情況下呢 折合台幣也是來到了四千多塊錢 真的是挺貴的 不過偶爾一次啦 當作犒賞自己的一餐 如果你要來吃的話呢 其實我推薦點一個套餐就夠了 因為它的套餐真的算是蠻豐富的 那當然它的套餐有非常非常多種 我根本就推薦那個裡面一定要包含有炭烤的螃蟹那一道 至於整隻的螃蟹呢 我覺得 真的要跟我一樣 非常非常愛吃螃蟹 然後也很熱愛去剝螃蟹的這個過程的話呢 再去點會比較好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最高的關注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啦 拜拜 好棒喔 小島 不至於是 我也知道 他沒筋闢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